4K的卡 很了不起嗎? 他們這是很客氣的一個標法 他們的標法是 90、45寫入 但事實上呢 關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 各位看一下 你看 5.7K 420 10bit 60p的齁 錄了8分鐘、9分鐘 其實可以一直錄下去 因為我今天怎麼試 他都是錄到底的 這張卡呢 規格到底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打照片 各位 300萬Mbps 我的媽呀 5.7K 17比9 300Mbps 他居然能夠完整的 承載 太厲害了 我們來看這張卡 盧甲包換 90、45 95、90 同樣都是64G同一個規格 但是 有一些些 印刷上的差異 這些卡 居然 居然能夠 承載 5.7K 300Mbps的性能 等於說 這是一個虛標的卡 它是謙虛的標 不是虛假的標 它是謙虛的標 扎扎實實的完成了 5.7K的運作承載 各位 沒有真4K的相機 會熱當的不用考慮 認真的買Lumis 不會熱當有C4K以上的規格 5.7K 5.7K 300Mbps 錄給它好 錄給它滿 一下錄到底 我的媽呀 那C4K那個 就小case了 好不好 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那麼 我們這張 Panasonic的 這個 4K SD XC記憶卡 有一個好處 用FG1000 可以一檔獨大 也可以 分割4G 一檔獨大 分割4G 它都能夠順利完成工作 3899k 謝謝大家